在為止我們都還不能夠 完全的輕忽下來 因為現在還是正處在 康睿颱風的強風好雨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一整天 大家都領受到康睿颱風 所帶來的狂風暴雨的肆虐 我們就先來看看 早上在登陸前跟現在的康睿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今天早上的衛星雲圖 您可以看到在登陸之前 氣勢凌人 您可以看到整個結構 渾圓又扎實 整個颱風也非常的深邃 那麼當它在今天 這個下午1點40分 從台東成功登陸之後 一來當然受到 我們中央山脈的削弱 二來又受到乾空氣的影響 所以整個結構上來說的話 第一個從渾圓變成拉長 西半邊明顯被削弱了很多 而且形狀也變長了 再來就是受到地形的破壞 現在整個結構 也已經逐漸趨於鬆散 不過在剛剛5點半這一報 中央氣象署已經宣告 這個康睿颱風變成了一個 中度颱風了 我們就從警報單當中進一步來看看 到底康睿颱風是要出海了嗎 事實上它現在中心已經過山 而且中心現在就來到雲林一帶 也就是說接下來一個小時 它的副中心就即將要出海了 不過因為它的暴風圈從原先登陸前320公里 現在七級風的暴風半徑縮小到280公里 此時此刻您可以看到全台灣 包括離島的金門 澎湖還有馬祖 全都還籠罩在它的暴風圈範圍底下 而我們接下來要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有機會出海 差不多就是在7點左右 這個時候它就會從中部地區出海了 那麼暴風圈整個要脫離的話 則是要等到明天早上 中央氣象署表示 在明天早上8點半的時候 其實暴風圈就不排除 開始脫離台灣本島了 我們從雷達回撥圖當中 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此時此刻康瑞颱風它的環流 還是在持續的侵襲著 整個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而且現在包括了花蓮的秀林 還有新北的平溪 目前時雨量都高達了80毫米以上 震風現在也都有14級以上 那麼因此今天特別提醒 包括現在的北部跟東半部 風強雨又大 千萬大家不要外出 那麼在今天整天下來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康瑞颱風對於台灣 所創下的這個最大陣風排行 其實是相當罕見的 你可以看到除了蘭嶼 綠島 還有荷歡山頂 甚至花蓮的封冰 全部都是破表的最強陣風 17級以上 就連登陸的成功也都有16級 那麼西半部地區今天一整天下來 普遍都有13到15級 那麼就連北台灣都有14到15級的強陣風 至於降雨的部分 我們也帶大家來看看 直到目前為止 三日的累積下來 宜蘭的大同這邊已經是破千了 1137毫米 台中的和平有796毫米 花蓮玉里甚至有841毫米 光是就今天一整天來看的話 最大的降雨在宜蘭的大同這邊 也有破750毫米 至於花蓮的玉里這邊的話 今天一整天累積下來 也有750 台中的這個和平山區 也有653毫米 那麼因此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這樣的一個強風跟豪雨 還是會持續 所以提醒大家 千萬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這一段時間 還是要趕快做好防台的準備 沒有必要的時候 千萬盡量不要外出 時間交給宇蘇